這個更上一層樓就是學會工作部物件 那如果你今天你會發現它跟那個序詞物件還蠻像的 序詞前面也有比較active sheet 就是你目前游標停在哪一個工作表 那一樣的道理如果你現在游標停在哪一個工作部的話 它叫active workbook 那如果你要指的是哪一個的話 你可以用s worksheet加s 官服它的檔案名稱也可以 ok 那因為我現在不知道哪一個 因為它另存了嘛 所以那我就可以很快的全部把它存進去 所以這邊會多一個工作部物件 它的哪一個方法 那當然你後面這一串呢 基本上就點什麼 點save 有沒有 你可以用save save指的是什麼 把它存檔 可是存檔它就存起來了 變成活躍部55 這樣子 可是我如果要另外存在別的地方 就是save as 或者save coffee as 那這兩者最大的差別 主要就是說save as 是存 比如我現在是xls 存在那邊是ok的 可是如果你要轉檔 比如說我剛剛提過的 你要輸出順便存成其他格式 像什麼呢 像csv啦 pdf pdf可能 另外 額外再講 也就是我用另外一個範例 我在雲端白 另外的那個練習 然後等等的這些 那我用那個save coffee as 然後後面的話呢 它會問我說file name file name指的是你的檔案名稱 有沒有 那檔案名稱的話呢 意思是說你的路徑在哪裡 那我剛剛講過啦 特別是喔 file name指的是完整的路徑 加檔名 加 副檔名 那這個概念非常重要 因為很多同學喔 如果沒有這個概念的話 你要把檔案存出去就是問題 那所以呢 基本上我需要得到三個訊息 第一個訊息 我應該存在哪一個資料夾 欸桌面上的VBA 按右鍵這邊有個編輯有沒有 你可以把這個路徑複製下來 放在這裡 那我可以得到第一個 我的路徑在這裡 但是記得要多一個斜線喔 指的是根目錄 因為如果你沒有加那個這個的話 它將來喔 會出錯 然後串接什麼呢 檔名 檔名就是x 所以我這邊加一個x and什麼呢 再加上副檔名 副檔名是什麼 點sxl sx 當然你將來這個沒加 欸 副檔名沒加的話 我印象中有可能 有幾個可能性呢 就是 它會不幫你加副檔名 要不就是說 它會自動幫你加 但是也許你可以試試看嘛 這個如果不串的話 它會怎麼樣 理論上一定要完整的啦 把它刪掉 待會 比如說 我們可以試一下 如果說我這個後面 副檔名沒加會怎麼樣 把它停在這邊一下好了 ok save call 欸 你會發現有沒有 全過去了 但是hi 半變怎麼樣 沒有副檔名 沒有副檔名是什麼情況呢 就是你把它點兩下 它會跳出 請問你要選擇哪一種檔案格式 欸應該有看過這個吧 因為它沒有副檔名 那你要怎麼加副檔名呢 很簡單 點 xlsx 這樣你也可以手動加 不過 意思就是這個一定要加啦 所以這邊記得 加了這個之後 那它可以嗎 一個一個幫你存過去 這樣就完成第一階段 ok 第二階段就是刪除 那刪除怎麼刪 這個地方的話 也要用到那個工作部物件裡面的一個刪除檔案 特別說刪除檔案的方法 所以這裡 要怎麼樣把那個檔案刪掉 關鍵的地方就是利用一個叫Keyr的一個 Keyr的一個方法 這個是VBA裡面的方法 Keyr後面告訴它也是完整的路徑 那所謂的完整路徑就剛剛講的 一個路徑 加一個檔名 再加一個副檔名 就可以把那個檔案給刪掉了 可是問題 那我要怎麼知道這三個訊息 路徑 ok 所以第一個 你路徑先告訴它 所以這裡的話 我先 建一個那個變數加I-Space 先把那個這上面的這個按右鍵 把複製先放在這邊 好 我有第一個訊息了 第二個的話呢 那我怎麼知道 這個目錄裡面呢 到底有幾個檔案 幾個檔案 如果你知道的話 有13個的話 那你可以用4回圈 4I等於第一個到第三個 然後把它刪除 但是通常我們 目錄裡面有幾個檔案 通常不知道 所以如果不知道的話呢 刪除啊 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可能用什麼 Doo-File來判斷 不是用4Nets 而是用Doo-File ok Doo-File後面呢 就是一個判斷 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呢 就是當找不到檔案 喔 所以喔 這個地方如果你要刪除 某個檔案的話 還需要配合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喔 就是去找資料夾裡面 到底有沒有檔案的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叫DIR ok這個DIR還蠻重要的喔 以後如果說呢 你要找某個資料夾裡面 到底有幾個檔案存在的話 你可以用DIR 不過DIR它的 它的那個使用方式喔 第一個 你一定還是要給一個完整的 這個資料夾 ok第一個 先把資料夾給他 後面的話呢 不是告訴他檔案 而是告訴他什麼 所有這個信號的話 指的是 所有的檔名 我不知道什麼樣的檔名 ok 點 副檔名 你要找什麼樣類型的檔案 所以我要找XLSX 就是找那個一色檔案 這邊前面加一個信號 它會怎麼做呢 它會先幫你抓第一個 比如說乙班 先幫你把乙班的file name 檔名先叫出來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我先給一個路徑 然後呢 它會先幫我抓第一個 抓第一個是什麼呢 它先抓釘班 也許它抓筆畫最少的 先把釘班 那你會發現喔 它抓回來的檔案 是釘班 點XLS 就是檔名 加附檔名 它幫 所以呢 我們知道這個訊息之後的話 那這個時候裡面是不是空的 不是嘛 所以你判斷說 如果裡面不是空的 意思是說 如果有找到檔案 它會第一個找到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如果最後找不到的話呢 它會告訴你 沒有了 所以找到第14個的話 因為有13個 第14個它會回傳什麼 回傳空的 那我們就可以跳離回圈 那如果找到的話呢 做什麼呢 幫我把那個檔案刪掉 可是你要刪除檔案 特別注意喔 我們剛剛呢 這個檔案名稱呢 只有檔名跟副檔名 所以呢你還必須怎麼樣 把路徑告訴它 所以路徑 因為路徑裡面呢 這邊好像多一個斜線 把這個斜線拿掉 OK 多一個斜線 好 那串接一個斜線之後 把那個檔案給刪掉 OK 所以你會發現少掉丁斑了 我把它Kill掉了 再來的話繼續找 特別注意喔 繼續找的話呢 你就直接在這邊DIR 它會繼續找下一個 OK 所以DIR 第一次是給它完整的 第二次就不用了 就直接告訴它說 繼續往下找 就DIR 好 它找到丙斑 一樣 有沒有找到 有 好 要不要Kill掉 Kill掉丙斑 你會發現丙斑就Kill掉了 再換下一個 所以它直到找不到為止 所以這邊的話呢 把它全部找 全部找 OK 你會發現全部都刪掉了 好 利用這樣的方式呢 我們可以很快的幫我把那個檔案給刪除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那我們先 試一下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轉換成工作部 用名稱的方式 再來就是刪除檔案 兩段程式 那先試 待會再來看 好